對 補長拜託謝謝 請務部長 委員你好 台語OK啦 台語都可以 來先請問一下 沒關係 但是在我們國會殿堂就少說英文好了 英文是不太好 那是好 OK 小人的時候 印尼排華 越南排華 我一直到大眼看他們是排華不是排台 這個華英語要怎麼說 你知道嗎 China 所以其實它是排China不是排台灣 那同樣在這道疫情裡面 我們有一些國人 在外國 來想到說 啊你們有背負的 你們這些可能都有財政 這齁 我們外交部要怎麼來 合約這些的我們台灣人 跟中國人做出區別 這應該怎麼做 外交部有具體的實施 這件事沒有那麼簡單來處理啦 因為我們台灣人在海外的時候 被誤認是中國人的時候 那旁邊都不是說一定有我們的外交人員 所以在處理都不簡單 我們最近都有接到不少的資訊 譬如我們在歐洲 那我們台灣人在海外旅遊 被誤認為中國人 所以在言語上騷擾 那甚至是在有一些地區 甚至遭到這種暴力 肢體暴力的這個對待 那我們都看到了 那當然我們也提醒我們國人 在海外旅行的時候 只要有任何的需求 趕快打電話給我們的這個代表處 那我們代表處能夠盡全力來協助啦 那最近我也有看到說 差不多在泰國 也有發生這種政府的政策來回回的這種現象 或者是在俄羅斯 我們的人要被兩個禮拜關起來 隔離的這個現象 那只要有需求的時候 我們海外的這些外交官 都是非常的賣力來協助我們國人 中共一股海外的台灣人 如果當作是中國人歡迎 來跟台灣的政府機關聯絡 一定會想辦法來處理 那另外呢 我最近發現一件事 前陣子過年的時候 我來講到 說 中國是到底是本國還是外國 這可能憲法在改遷 我們現在沒辦法在這裡說清楚 但是外交部 你覺得中國是本國還是外國 可能沒辦法這麼簡單來處理 我們在那個行政部門的分工上面 我們是處理中國 香港 歐盟 以外 以外啦 好 這樣比較簡單 這是劉委會在處理的 我現在做了一張圖 這是你們的網站 如果中國是本國的外 我們現在蒙古那裡沒外到 提醒一下把蒙古外去好不好 如果如果是外國的外 外國的外國沒有這個中國流友的境界 這個表示中國是適合流友的地方 那這我現在會做成五歲啦 當然我知道那時候我跟外國沒有說的時候 他說我有錯誤的認知 但是沒關係 他說這個中國的流友的境界 要去六月會找 但坦白說 你認為台灣有多少人 幾聲幾趴的人會知道 中國的流友的境界 要去六月會看 我們的網站上面都有連結嗎 相互連結 叫我們的領務 請請請請 委員好 就是那個 我們就是關於現在就是 關於武漢肺炎的這個疫情 有關於這個大陸的一些部分 我們中國大陸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做 跟入委會有一個連結 那有相關的重要的一些訊息 我們也會跟國人 在不管在網站或Line上面都會有 好 這個生活的認知會造成說 我們台灣沒有跟中國來做 這個對方的舵 鐵拖 鐵拖 的行動 我們會造成到豐益的流空 以及我們的華航 China Air 我不知道China Air 為什麼是什麼 以及各種國際 不知道China跟台灣 都造成的 售北 售北林軍的禁止 還有出國流友的民眾 會因為國際的問題 叫路過 或是騎腳来激發 那這個問題的撤謀林鄙 我沒有了解是我的撤謀林鄙 而且是中華民國的撤謀林鄙 李令偉呢 我想那個委員 不能說你自己是撤謀林鄙 沒有啦 外交部說我撤謀林鄙 沒有啦 沒有啦 我想那個委員剛才說的這個看法 其實在我們台灣的政府裡面 都有很嚴重在看 但是以外交部的這個觀點來看 就是說我們外交部是對世界各國 不是對中國 香港 歐盟 所以這個觀點 還是說在我們本質 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了 我們說去便宜的時候要去撤謀卡 都人家頂帶下來要帶駕照 出門不知道你的身份有沒有10天沒有 要看身份證 我想國國的台灣人看護照 所以這個護照上面 人本名寫在上面 看好裡面是台灣 結果出國的時候我們只看好裡面 我台灣人 這個很奇怪 很紛亂 如果政府的貼貼 我們正貼貼是跟我們說 我們要做一個很撤謀 很紛亂的人 我想我們沒有辦法做一個勇敢 正直的台灣人 那剛才說到陸委會跟國台辦的問題 他2008年的時候林昌佐被接吻過 說我們陸委會是不能放在外交部 結果我們的外交部的回應是說 如果你們放在外交部 如果國台辦就要放在國防部來共和 在這裡我來建議 我來建議我們六委會不要動 但是我們要去民進 思考到台灣的政府機關和組織 對到中國的對頭 其實是不公平的 例如說他們是國台辦 國僑辦 我們是陸委會 僑委會 但是他們國台辦 國僑辦是在統戰部的下 我們沒有統戰部啊 那然後呢 他們這個國台辦跟陸委會的職權裡面 他們有對台宣傳 對外宣傳的功能 我們的六委會就是交流 交流 再交流 所以有案疫情爆發的時候 六委會存一個功能 就是最棒的 這個人回來 這個要去那裡 要去做一個破一天 然後呢 我們外交部 外交部各司啊 東亞司啊 南亞什麼 有的沒的司啊 他們都有這個所謂 涉外政治 軍事 安全 通商經濟 財政 文化 國際參與 公眾外交及其他涉外事務的統合規劃協調及監督 但是這項功能 同樣在陸委會裡面沒有 在這裡是不是我們建議外交部 我們以沒有統合陸委會的前提之下 我們先進一個外交部中國書 我們把香港 二門 中國都放在這個書裡面 你想怎樣 呃 我想這個委員的這個提議齁 可以來討論啦 但是這個超出我的這種 是 因為包括到 我們知道國台辦每次在跟我們一樣的時候 陸委會跟我們說好話 所以在跟我們強化包括天遙 地動 飛彈 侵台 不排除武力統一的時候 剛才我們有一些財政黨可能會改善 以外 連後 我們陸委會的競爭沒有辦法來回應 因為他的功能可以交流 不能做壞人 所以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透過總統來回嘴 嗯 幾年一月禮合的時候 習近平發表這個對臺談話 連後 我們出門總統來回 我想這是平常的地位 但是後面開始 都是國台辦來競爭 又要總統來回 我想對我們的國家的地位是一個便利的功能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來對中國不足的地方 包括他對我們通政 如果沒有中國輸 我們是不是成立通政部 還是成立一個內交部 內交部就是我們裡面的 我們主親的國家的地方 香港 俄門 蒙古 世宗這些地方 然後 把他當作一個正式對中的堂口 他有通政部 我們有通政部 他在對外傳團 我們有對外傳團 他要把我們協議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印刷印券回去 我想這才是一個 就是一個 國以國的對定關係 不然我們在農委會 就像每天吃豆腐的肉 就不是賣豆腐的 對不對 你怎麼有同意這個看法 我想委員的這些看法 我們大家都認同 但是 要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如果仔細去看 我們那個陸委會的 這個對外發言的話 在過去這兩三年來 過去三年多以來 尤其是從去年的 1月2號以來 陸委會對外的發言 是非常的強的 那我相信 如果說委員仔細去看的話 應該會對我們的陸委會 感到放心 那之前的我們 外交部 雖然說不處理那個 不處理社中的這個議題 但是我到外交部之後 只要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面 有對我們任何不友好的 這些作為的時候 我們外交部這邊 也不會放過中國 所以 如果說看過去這幾年以來的 對外的發言 不管是陸委會或者是外交部 我想委員應該可以感到放心 好 所以我認為台灣對中國 是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外交部可能也沒有這種來處理 你是不是建議說 立法委員沒辦法處理 全民主黨沒辦法處理 到底要怎麼處理 怎麼讓台灣和中國比較正常 說給大家參考看看 因為我是處理涉外的事 我是處理外交的事務 對對對 但現在不知道中國是不是外交 委員這個看法 這個問題應該 讓六委會可能比較好 哈哈哈哈 好啦了解 感謝希望一天把中國變外交 感謝三Q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